一分钟好成语 焚高济贵 典故说明 韩玉是唐代著名文人 通六经百家之学 崇尚儒数 攘赤佛老 以提倡古文为执志 文章自成一家 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如同中国其他读书人一般 韩玉也希望能受朝廷重用 一展报复与长才 他在年少时变重近视地 但因个性不适官场 一辈子在仕途中浮沉不定 颇有失智之感 静学姐 这篇作品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成 文中叙述大学老师训会他的学生说 你们要勤奋努力的学习 以后才能有成就 学问和平的都好 未来也不怕被埋没 话都还没说完 就有一位学生讥笑他说 老师您不要骗我们了 这么久以来 我看您已是精通六亿 每天人是手不是卷 大大小小的知识一丝一毫也不放过 连夜晚都点灯接着白天来读书 结果呢 只因抨击一交邪说 排斥佛老思想 便遭当权者排挤 不被重用 以致生活困苦不堪 您自己有这样的遭遇 居然还要我们专心做学问 韩语及老师与学生之口 一方面击粉为证者不能善用人才 一方面也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失落 焚高济鬼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形容夜以继日的情读布袋 后意用来形容不眠不休的工作或活动 今天学会焚高济鬼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